一個音樂老師 因為三號農夫就是我這樣子 其實我們三個人組的很奇妙 其實在偶然的一天 我們家因為臨時決定 就是想做民宿 那做民宿就要清空家裡的東西 那我們就問一個老師家 老師說他們家有個地方沒有空的 借助我們給我們搬放東西 放過去 剛好就是阿易家的隔壁 那阿易家就跟我們聊啊聊 結果聊之後 他說因為我是花蓮人 鄉下孩子長大的 然後其實在未認識阿易之前 我就已經看了一陣子的書 吃財 然後包含怎麼種財等等 那我那個 我的先生就會講說 你這麼瘦小 你的手這麼小 你怎麼可能去除草或者是種菜 他叫我不要 可是我跟他說 我大台北地區 你幫我挖到這個鄉下的地方來 那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來學習這個 跟大地共存的生活 所以那時候呢 在還沒有開始真正的 跟阿易合作之前 那我就在我們自個家的食品大後月 就開始種菜了 那時候 懷孕有去過那一次 那時候懷孕就說 你第一次種菜就種這樣 在去年 在前年的時候 我們就自個這樣種 那就是像阿易那個花野菜一樣 你家花野菜是長一個月 大概就這麼大多 那我就一直跟我先溝通 一直在討論 因為那時候沒有遇到任何人的指導 就是土法練鋼的這樣練 可是我們堅持真的不撒農藥 那剛剛阿易講的方式 很不巧 我們都做了 辣椒水 還有抽菸的那個菸蒂 的那個菸草 那個菸草我們也是泡開 隔天晚上就先去泡 泡開之後它的那個菸草它會沉澱 放在那個噴壺的時候 會要用那個過濾網 把它過濾掉 就剩下那個菸草的味道 那就開始焦葉面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種的就是方向萬壽菊 那來區隔 這個有些蟲會去吃我們的菜 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這樣實驗了 我剛剛講到在偶然的機會 阿易如果說 大姐你也喜歡這種菜 我說對 我就是想要做一個開心有機的菜園 他聽到我講這個時候 眼睛是亮的 後來呢不到兩天的時間 阿易晚上八點打給我說 大姐我想要種菜 也想做菜園 我們合作好不好 因為這個人還不熟喔 講了一次話而已 我就心裡說 他看起來像肥內有沒有 他有玩笑 因為他當初的個性 我跟他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我就想這可不可以合作 後來呢我就說 好 那我先生去教唱歌 十點半會回來 那你還要跟我們聊嗎 他說再晚都沒關係 他真的就這樣子 我說 我也是講 我說 好吧 然後就這樣 結果我先生回來之後 我們從幾點到幾點 各位你猜 就是第二次碰面的時候 從我們十點四十分 在我們圓山的這個Seven 談到凌晨三點 就我們三個人 他講他的理念 我講我要的理念 就講講講 就這樣一拍即合 大家就開始合作到現在 所以當然三個人有三個人不同的優點 阿姨在這方面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專家 那李老師呢 他在這方面就是也可以幫忙 也可以唱歌給菜聽 然後呢也可以就是在除草的時候 因為老師有練氣功 我們李老師有練氣功 所以呢 他在開墾的時候 也可以用一點他的這個少林武功 那阿姨呢 在做累的時候呢 他需要有人跟他談談心 你知道都這樣嗎 Mental 可這樣 那我可能就在旁邊做什麼 種幼苗 還有撿蝸牛 所以可以叫我蝸牛少 那蝸牛怎麼來的 因為下過雨之後 蝸牛好多 阿姨說 你去那邊撿人家 這邊撿 那邊撿 為什麼 因為你來著家去撿 他可能覺得撿到蝸牛 那我女生撿 我很喜歡做這些事 各位我待會會分享 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是快樂的 所以呢 因為我在撿蝸牛的時候 那我想起我小時候 跟著我爸爸去下雨天過 去撿蝸牛 那時候撿蝸牛做什麼 因為小時候在鄉下窮嘛 撿完做什麼 賣蝸牛肉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 一斤可以賣多少錢 然後 就會一直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說 你女生怎麼敢這樣 直接抓起來這樣看 這樣看 而且我覺得 就好像回到我的童年 抓起蝸牛 欸蝸牛 我還叫很大聲 這樣很開心 那就放到籃子裡 放到籃子裡這樣子 所以在撿蝸牛的時候 我覺得我觸動到我的心田 所以我今天會分享 是不是 你們覺得在種菜 事實上 我覺得有很多的童年記憶 回憶 包含人生很多的悸動 都會在那一刻一刻一刻 夠熱情 所以我覺得 其實種菜 它不單單是在種菜 其實我跟阿易在講的時候 我很認真在聽 雖然每天 我們這樣三個都會打來打去 你知道打來打去 我們家現在在後面的蓋倉庫 你不要看阿易這樣子 他也做木工 他也做水泥 李老師也是跳去貼瓷磚 昨天晚上我們要清晨六點 就今天早上六點 真的我們都瘋掉 所以等於是說 當我們去做一件事 真的是從不會到會去做 我跟他分享到 在這個心田的過程當中 阿易剛在分享的時候 他有提到一件事 肥料濕得太多 好像也不行 對不對 會枯航 然後濕得太少 他就怕它長不大 我講的是有機 我這邊突然 他在講這一段話 我突然間在檢視我自己 我這邊要跟我老公說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有壓力比較大 我發現我對他的唠叨變很多 那我就發現 我的唠叨好像是肥料 然後就是 對他濕太多了 結果反效果 反效果就想 他的脾氣很好 不會生氣 可是 我發現他會變成比較沒自信 那誰的錯 老婆的錯 雖然跟親愛老公說對不起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 我是在分享 我是在種菜 事實上 我一直在感受到人生很多的點滴 就在這裡 好 那我想說 我今天呢 也跟大家講到說 這個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開場版 就是 其實人生像一場馬拉松 但是在像我的年紀已經快五十歲了 那我到五十歲 我覺得人生歷經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歷練 可是我覺得在這一刻 我回到跟大力做結合 那剛剛阿姨有提到 包括各位都知道 外面有農藥 有很多的 不是這麼健康的食物 可是我們吃這麼多的不健康食物 我們又怎麼樣會變成健康呢 就是因為它的來源就是不健康的 尤其是在三四年前 我是因為一場大病 我一場大病 讓我徹底的去醒悟 然後去轉換了跑道 那我那場大病也就是我有血液 我的血液是ANA的陽性 一般人是陰性 就是紅斑性狼腸有必須符合四大要素 它就是典型的紅斑性狼腸 那我已經符合三大要素了 那剩下一大要素就是白血球 如果白血球我不OK 我就是會典型的過關 變成是紅斑性狼腸的患者 所以那時候醫生有跟我說不OK 就說我這種的疾病是不能救的 就是無法逆轉的 那這個疾病會產生什麼現象 跟各位很快速的分享 紅、腫、痛、癢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的江老師 就是江一平江老師 他以前看到我 我嘴唇是紅得像那個 就是很腫 大概是我的臉的四分之一大 然後晚上都會長紅斑 全身癢痛 然後非常的痛苦 其實簡單說就是 我的肢體免疫系統完全被破壞了 那我相信人的生病 絕對不是一朝一夕養成的 它是我歷經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生活習慣 包含生活的壓力 包含自己的不良作息 包含自己的心情等等都會造成 所以那個時候身體生病了 當然就是我的心理檢視也生病了 所以那時候我先生把我從台北帶回鄉下 就整個在檢視自己的生命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可是我覺得現在回想來講 要感激 感激宜蘭 其實我前半人到宜蘭都哭 很不適應 非常不適應 每天哭 那個過程的日子是很辛苦的 可是回頭去想 人為什麼要去 在你這個轉換的過程的跑道裡頭 不適應是因為他的交通 他的不便利 他的人群 還有我的姨緣 因為我講 我的胎語不認真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後來回到了宜蘭鄉下 已經今年第三年了 可是我發現 你們認為 我是不是應該感謝他 感謝這塊土地 對不對 因為到宜蘭鄉下之後 我發現土地 他是大地之母 他這個土地 事實上 當我們的腳踩在那個土地上的時候 跟我們去摸那個泥巴的時候 去撿那個蝸牛的時候 去種那個幼苗的時候 還有去吸收 新鮮空氣的時候 包含好山好水的時候 我覺得 在那此時此刻 那個心情是專注的 而且是 不說話的力量 他會感受到那種 生命的東西 好 這是我後續會分享的 好 我現在跟各位分享 我今天要講的那個 有沒有滑鼠的 有沒有滑鼠的 好 這邊 好 不好意思 剛剛阿易在講的時候 我有點感觸 提了一下 好 我今天其實我題目有提到說 我們在種這個菜的過程當中 其實源頭就是因為我先生病了 然後我開始研究自然醫學 那自然醫學我就認識了何老師 何永慶老師 他就做身體進化的排毒 那我本身自己也自己DIY排毒了 應該是今年要到第十次了 這兩年半我排毒了十次 那這排毒過程當中 讓我的身體 應該是我這個月幾乎都在 都生活上沒有很正常 可是我現在都沒有發病 也都沒有長紅斑 也沒有嘴巴腫起來 我那個照片都在 你們有機會可以給你們看 那個黃老師 黃金二老師就看過我那個照片 很恐怖喔 那我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 因為這樣子 我開始研究了自然醫學 我也排了毒 最後我覺得不對阿 我排毒過程當中 我還是會吃東西阿 那我吃東西 吃進去的來源是什麼 就是青菜水果 食物 那如何吃 那我就開始探討了自然農法 就是一路走到現在 我們在講的自然療法 就是俗稱自然醫學 那其實呢 自然醫學其實就是在強調 身體存在的生命力 它有治癒的能力 那我們盡量用最自然的方式 不具侵犯的治療方式 來解除我們的症狀 那這麼多講了這麼多 其實你們各位認為蔬菜是天然的良藥 那種認同 蔬菜是喔 水果蔬菜都是包含五穀雜養 都是 只要吃對了 它就健康 其實跟各位報告 到後來 醫生開的抗生素 跟那個淚固醇 我全部都沒有吃 我每次拿回七天藥 我只吃了第一天 我後面全部都丟掉 因為我知道吃了會 加重我自己的病情 而且短暫是好 後面不好 所以我很不愛吃藥 可是我就是很認真的去 去了解自然療法的東西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個 那剛剛各位都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排毒 對不對 尤其是阿姨說 這個菜就是有毒素的 你吃下去也是毒 那我們99%的疾病 都是體內毒素惹出來的喔 各位認同嗎 我現在各位都知道 但是呢 這個十大毒素 有包含哪些 有自由基 有素便 有膽固醇 有尿酸 還有我們的乳酸 還有肺氣 醫學 血栓 脂肪 水毒 這些毒素 在我們體內造成的 可是各位知道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十大毒素 能不能排 能不能 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們各位覺得能不能 可以喔 一定要吃藥嗎 要不然一定要吃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我覺得也是OK 可是如果有天然食物 要不要更好對不對 好我跟各位分享 我們回到前面第一個 第二個在前面 好 自由基 其實各位知道自由基 可以吃哪些 哪些食物 對我們身體會排除掉 第一個 深色的綠色蔬菜 像那個十字華科 就像剛剛那個花野菜 還有南瓜 胡蘿蔔 番茄 熟地瓜 苦瓜 茄子皮 它都可以排除自由基 這個是從蔬菜裡頭得到的 第二個 素便 吃哪些東西可以排素便 各位知道嗎 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們用蔬菜類 蘿蔔菜葉 還有竹筍 豌豆夾 還有絲瓜 雪裡紅 還有芹菜高鮮的也都可以 它可以排素便 好 那第三個 膽固醇 膽固醇它有分好的膽固醇 跟不好的膽固醇 那膽固醇 像剛剛給你們吃的那個 胡蘿蔔有沒有 它可以降低高血壓 然後它也可以降低 它對那個血液也很好 因為胡蘿蔔素 含有大量的什麼 胡蘿蔔素 它可以轉換成維生素A 然後它就可以驅除那個 不好的 壞的膽固醇 提高 好的高的膽固醇 所以呢 在我們有那個素便 我們知道 那膽固醇要吃什麼 綠豆芽 扁豆 洋蔥 海帶 這個對膽固醇都特別好 吃這些 如果你覺得說 你身上有這個膽固醇過高的時候 你多吃這些食物 來攝取它 第四個 尿酸 尿酸各位 你吃什麼東西 我們先講什麼東西 不能吃尿酸 高普林 絕對不能吃 對不對 阿易就是前天熬夜 所以他的尿酸又提高了一點 他以前的飲食比較不正常 像做農夫之後就改變很多 然後就是 尿酸有一些東西不能吃 就是高普林的 像香菇 豆類不能吃 可是什麼東西可以吃 瓜類蔬菜 OK 乳酸呢 乳酸各位要吃什麼 黃豆芽 黃豆芽 豆類的都很好 我們看下一個 廢氣 如果身上有廢氣的時候 各位覺得吃哪些東西 我跟各位建議 就是 菠菜 廢氣很有效 蓮藕 還有百合 還有那個 百花椰菜 芹菜 小白菜 它會清廢 尤其是那個 白菜 可是跟各位講 我一樣是無毒有機的 我們講無毒 不是有機 就是它不灑農藥的 這個才有它的意義存在 好 過來我們再來談談看 就是有一個 醫學有沒有 醫學 醫學吃什麼 清血跟醫學吃什麼東西很好 我相信這邊有一些老師都知道 像 金針 紅線菜 青椒 青椒 它對那個 清血也都很好 還有 歐柴那個醫學 金針 還有紅線菜 青椒都很適合 然後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 那個水毒 有沒有看見 水毒就是 其實尿酸的人很適合吃 還有就是 剛剛阿姨講說 那個玉米 可是玉米糊 是很好的東西 尤其是玉米糊 可以製水毒 然後還有冬瓜 冬瓜 冬瓜也是可以製水毒的東西 蒟蒻也是 那如果 朋友們 你們想要排自己身上的脂肪 其實黃瓜 韭菜 還有綠豆芽 這些也都 芹菜也都可以排脂肪 那 脂肪 對不起 這個就是三藥 白蘿蔔這些都可以 然後 我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就是說 我們在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 綁住我們身體的 按下一個就行 按關閉 對 按那個 好 沒關係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們 這個可以調 誰可以幫我調 好 蔬菜放進去就有電了 好 蔬菜放進去就有電了 那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既然 大家是喜歡 我們種植自己健康的 自己健康的這個蔬菜 可是呢 我們這些毒素 其實大多數 只要我們多留意排毒系統 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我們如何激活 我們身體上的排毒功能 跟各位說明 其實我們人體有六大器官的系統 一個是肝 腸道 腎臟 肺臟 皮膚跟淋巴系統 這些系統呢 只要我們激活它之後呢 它就可以做身體上很大的排毒 可是各位一定會想奇怪 今天明明我們是在講 有機蔬菜 我們如何叫大家吃健康的菜 可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吃這些菜 到底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我們也要 一個是食物種植的來源 一個是吃進去之後 我們要吃對 所以呢 蔬菜為什麼注意排毒 有兩個很大的關鍵 因為第一個 它附有排毒的 助排毒的六大營養素 胡蘿蔔素 維生素B群 和C 礦物質 跟膳食纖維 蛋白質 所以多吃蔬菜 是非常好的 如果大家能夠做一件事 就是固定每個禮拜一 或禮拜三 禮拜四 就一個禮拜選一天 不吃肉 不吃肉 有些人就說 我全部都不吃肉 也可以 但是如果開始有婚食的人說 我一個禮拜選一天 完全不吃肉 可以試試看 這個有助於我們身體上 改善我們的肉毒的體質 然後 哪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蔬菜為什麼也是屬於排毒 因為它低膽固醇 低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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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添加物 對不對 所以呢 講到這裡的時候 各位發現 吃青菜蔬菜好不好 它真的是有助於我們排毒很多的功能 那 我們再答這個字 我們的五色蔬菜要怎麼吃 那排毒抗毒最好是都每天吃 我們綠色 它是煮乾 春天 屬木 像菠菜 青菜 油菜 所以你在 春天到了 各位可以知道就是 我們對吃綠色的菜 像菠菜 它對我們感有幫助 那 夏天呢 它屬 辛和火 它是吃紅色的 哪些是紅色的 番茄 胡蘿蔔 紅辣椒 都是 那到了秋天 到我們要吃肺的 就是有顧費的 就是要吃白色的東西 像山藥 白木耳 蓮藕 那像吃腎的話 就是腎醬 茄子 黑木耳 海帶 皮味的話 南瓜 金針 乾薯 這個是對我們人體上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些食物 如果說各位都吃對了 我們看 我們有葉菜粒 我們有植物提升果菜粒 還有我們的根莖葉 還有我們的菌菇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的降山高 那因為今天在這邊分享的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營養師 所以我不能跟大家講 我們要怎麼吃 但是 我可以建議大家 這樣子的 這些資料呢 來自於這本書 叫做林青谷醫師 那我這邊有很多這種書 那各位也可以去書局買他的書 裡頭都有教大家各種食物怎麼吃 那如果是以華山這邊團購的話 它是市價是280 團購是250 那大家需要的話 可以跟大家一起登記 再一起合買也可以 那過來呢 我今天要分享就是說 剛剛來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影片 他強調友善種植 其實這個友善種植的過程當中 我剛有小小的分享到 其實友善種植對整個大地 有很大的幫助 現在宜蘭有很多的小農 越來越年輕化 我們前天 我又去菜園了 我又去菜園了 其實我有照了很多相片 可是因為我的手機的照片 我沒辦法輸入到電腦 所以我今天很可惜 沒有讓大家看到 我那個菜園的相片 我那時候就發現 有兩個小女生 她們居然開了什麼 那個稻谷的耕耘機耶 叫她們在種有機米 在種植的有機米過程當中 我就發現說 聊了之後發現 其實現在 越來越多人 她回歸到自然 然後用自己的心靈的方式 去種植這些菜 其實我覺得這些的互動過程當中 會改善自己也改善的土地 我們同時也呼籲 就是說 能夠跟大家一起來 這樣的友善種子 我們知道上回 蠻多朋友 有到我們菜園去 其實當初去體驗她的時候 我們知道各位的感受是什麼 我有看到大家都帶著蠻喜悅的笑容 離開 那我也很希望說 下一回 大家也能夠再去一趟 因為 這一次的菜又不一樣了 這次的菜又種植了更多元化 就像阿姨講的 我們的番茄 別人的番茄要很高 大概像我這樣子還會長番茄 其實我們家的番茄很奇怪 我們家的番茄是 真的到這個一米高不到 它就開始開花 又長了果實了 然後我們的四季豆跟彎豆也很奇怪 人家都開得很大 它才會長 我們都很矮就開始長了 所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大家去探討它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說 越多人投入的時候 我相信生命的力量會是越大的 然後我們再看最後一個 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深刻的去跟大家分享 這一兩年來 這一兩年來 我們這樣種植到現在 已經快要 代表快結束了 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講說 種菜也好 種花也好 種農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在 對自己的一種力量 各位知道嗎 在過去我生病的時候 我覺得我快瘋了 就乾脆死掉算了 因為真的 全世界最貴的不是 全世界最貴是什麼 那天我看了一句話 賈博士有一句話 全世界最貴的是病床 他說有 汽車有人可以幫你帶你開 然後什麼東西有人可以幫你做 唯有一件事情 沒有人可以幫你生病 只有一件事情 沒有人可以幫你就是生病 躺上病床上永遠是自己 所以我覺得在那一刻的時候 我覺得 全世界最珍貴就是健康 所以可是 在同樣的那一刻 可是當你接觸到大地的時候 你會很多東西就回來了 這是我在這一兩年的感受 那我在 像阿易她就不一樣 她也是 過去她是闖蕩江湖的鐵漢 她幫她講她是什麼 水鬼 有沒有 她講是真的喔 她是真的以前的兵種叫水鬼喔 她在上來半夜從沙灘上摸黑 然後跟你講 真的可以做這些 很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可是呢 問題是 很自然的 當她這幾年來 接受大地之後 我發現她的性情 溫馴多了 然後她的脾氣 她剛剛我們塞車嘛 她剛剛就開始想要狡猾了 她剛剛就 她說 當初她要是以前的她 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她因為可能這個過程當中有改變 我們講 種菜過程 就是有受到一些熏陶 所以這個也是她的一個改變的力量 那李老師也是有她的一個改變 所以呢 我就引用到最後最後很感受的一句話 就是說 其實 不需要說話的力量 來自於你跟大地去接觸 然後就是羅斯福總統有說過 你希望世界變成什麼樣子 就先成為那個樣子 給人看見希望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沒有走向灰暗的權利 只有走向陽光 才會看見利益盎然 最後最後再句話 我真的再度的呼籲跟 期待 期待我們這個家族 期待這個輸贏會 還有包含更多的家族 用我們自己的雙手跟雙腳 去找尋我們自己的幸運草 這句話不是口號 當我們理解 你們去了宜蘭一趟 不管有摘菜沒摘菜 我們都歡迎你來我們家做做 喝個免費招待的花草茶 吃個阿姨的一些蔬菜水果 那我覺得 那個推廣的生命大一切 我想說今天這個是一個 我們最大的意義在這裡 然後後面呢 今天我們有帶了一些蔬菜來 蔬菜來 然後這些蔬菜都在後面 我們也順便分享一下 就是有個 我們的有限 那個兩姐妹她種植有機米 那因為這兩個 也算是很奮發的一個女生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她知道 就是說協助她們的一下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看看 那再介紹就是我們一些小苗 那如果日後各位想要知道 怎麼種植 或者是土壤跟種植 或者遇到什麼問題 歡迎隨時在LINE的群組裡頭 都可以做討論 或者大家結由再到宜蘭玩一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依母田三人組 這三人組各懷絕技 很精彩 我想其實這樣一個主題很重要 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特別是這對賢抗力 他們如果都可以做樂活農夫的話 我們其他人好像也沒有理由 不可能 也就是說當然不一定要到天裡 也許今天講了好多方式 就是我們自己在這個小小的盆栽裡面 就可以去實踐了 去感受我們跟自然的關係 最終我們有機會再去感受跟土地的關係 所以希望我們人人都有機會成為樂活農夫 這是我們在辦這場 講做一個很重要的目的之一 之二是什麼 就是我們認真的去思考我們的消費觀念 我們可能花很多錢出去吃大餐 每天在找美食 但是吃回了什麼 吃回了不健康 然後再花很多錢去找我們的健康 不如我們把我們的消費怎麼樣 比例更多的轉到吃健康的食物 一方面對於我們身體健康 對於我們家族的身體健康 另外一方面也怎麼樣 照顧我們的有機農夫 這些有新的為土地 為人類健康為土地的健康呢 都在用心的人 好不好 所以一個是怎麼樣 調整我們的消費觀念 一個呢 我們朝向人人都可以當什麼 樂活農夫 這樣我們就有機會 照顧到更多的土地 好 那我想後面 這邊有一些 大家可以 是不是有那個小辣椒有沒有 今天要說明一下 跟各位說 因為我們的小辣椒 後來發現它的肿苗太小 怕你們拿回去種會 不容易活 所以就改送青椒 青椒比較大 那你們各位 今天來的人 每一個都有一顆青椒 它就一株 那自己怎麼種 我們可以用 現在大家都可以分享 如果不會種的話 可以請教我們阿易 或者是跟我們 我們來討論怎麼種 除了用培養圖之外 一定要用稻谷 讓我們來開始種青椒 對 OK 我們其他人 還有什麼問題嗎 或者我們在座三位 隨時都可以跟他們請教 今天晚上非常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 這有兩顆米 給你回去做 那個還有 你的胡蘿蔔 如果可以必須拿 青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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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也真 那這個是什麼 那個鹿角 這個 這個 這邊還有胡蘿蔔 你看到 它這麼小顆 長得這麼大顆 對 這是小顆 那換顆 很好 對 有些花的 那個蝦 對 是 對 香味果雞 它味道很明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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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的 resiliency 好 空 有啊